各位同学好 我们来看这题 在水波槽中有两个点波源 震动频率是10赫兹 产生的水波波数是每秒10公分 那有一个点P到S1的距离是13公分 而且点P跟S2连线 PS2跟两波源距离S1S2是垂直 以下迅速和者正确 可以选项 S2恰好在第4负线吗 这个我们用波层差来算 我们可以想象 把P移到S2 我们知道波层差去除上波长 就可以知道P点在负线来结线 那当我们把P移到S2的时候 这时候这点到S2 和这点到S1的距离相减 就刚好就是两波源距离 再说一次 就是P点如果移到波源的位置 那这时候波层差就是两波源距离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可以直接由波层差来判断 是否为在负线上或结线上 那当P移到其中一个波源 那就是像这样子 S2S1减掉S2S2 就是把P换成S2 那就相当于是S2S1 那就是珠啊 好然后 然后波层差除上波长 就可以判断是在负线还是结线 并且判断第几结线 第几负线 所以 对于A而言 A选项而言 它就是这样子 那珠是多少 珠是12 那Lambda是4 怎么知道的 是这样 因为题目有给频率和波数 频率和波数的关系 V等FLambda 所以Lambda是4 所以这样算起来的话 珠除以Lambda 就是3 那这个就是代表它是第三负线 所以A选项是错的 不是第四负线 在B选项呢 P 是不是在第二负线呢 这时候也是看波层差 那这时候 PS1 波层差 PS1是13公分 那PS2 这时候是5公分 PS2 因为 这是一个直角三角形 题目有告诉我们 这个位置是直角 所以 5 12 13 所以 13-5 这个就是 在B选项这个P的波层差是8 然后波层差 然后波层差去除上波层 那就是12 因为是8除以4 那是2的话就是在第二负线 没错 所以B是对的 那C选项呢 如果沿S2到P前进 会遇到三个结点吗 好 这里就可以这样判断 当我们找到了P 是在第二负线上 然后S2是在第三负线的时候 那我们就可以确定 中间会有几条结线 P是 P是第二负 second负线 然后S2 是第三负 好 那第二负线到第三负线 中间就 只会有一条结线 因为 如果有看过上个影片 就知道 这个负线结线的分布 就是负线在里 就结线 往外 两侧 如果从两侧来看的话 中间 中央负线 然后 中央负线在里 就是 第一结 然后 第一负 第二负 这样子 就是负线再往外 就是结线 结线再往外 就是负线 所以 P点在第二负线 S2在第三负线上 那中间就会只有一个结线 那就是第三结线 所以 不是有三个结点 C选项不是三个结点 是 S2到P 之间 有三个结线 有第三结线通过 所以 只有一个结点 没有第四结线 或第五结线 或者可以把它改写成 仅有 仅有第三结线通过 所以是一个结线通过 所以是一个结线通过 所以 C是错的 然后 珠汉一 就比较简单 珠汉一 如果是 结线的位置 就是破坏性干涩 破坏性干涩 它的水面是平稳的 是平静的 所以是灰色区域 在水槽下方的白纸 会投影出 没有特别亮 没有特别暗 那如果是负线的话 它有可能是 波峰遇到波峰 波峰遇到波峰 会变成凸透镜的效果 它会聚焦光线 会变亮 那如果是波谷遇到波谷的话 它会发散光线 会变暗 所以 第一选项错灾 不是只有明亮区域 也有最暗区域 好 那这一题就介绍到这边 谢谢大家